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鲜肉包子 先来调制肉馅 调肉馅之前先泡一点葱姜水 少许的葱姜丝倒入开水 放在一边浸泡即可 接下来调一个酱汁 准备一个碗 倒入生抽 老抽 蚝油 搅拌混合 锅中倒入食用油 把刚才的酱汁倒进去 加热至沸腾关火 立刻泼到姜末上面 激发出姜的香味 这个姜末需要提前给它备好 开始调肉馅 三肥七瘦的猪肉馅 加入盐 五香粉 一点点胡椒粉 朝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酱汁分两次加入 每次都要搅打上劲 让肉馅吸收酱汁 葱姜水分三次加入 每次搅打至水分充分吸收 再倒入下一次 搅打至肉馅湿润的状态 倒入葱花 翻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冰箱冷藏30分钟 开始揉面 中筋面粉 中间开个锅 先倒一条水 把酵母化开 再分次加入剩下的常温水 包子和的面要比馒头偏软一点 面粉和水的比例是2比1 就是一斤面粉半斤水 搅拌成絮状的时候 加入10克猪油 猪油可以让面皮口感更松软 面皮的颜色更加洁白有光泽 加进去的猪油一定要给它揉开揉匀 这样才会起作用 初步揉成团 盖上保鲜膜 先松弛5分钟 再来揉面 取出面团 开始揉面 双手交替搓揉揉面团 揉面过程大概5分钟 揉面团很光滑 直接搓成长条 下剂子 一个面剂子大概50克 搓成直径大概10厘米的饼皮 中间厚边缘略薄 打上褶子收口 这样一个包子就包好了 全部包好后不要盖上盖子 室温醒发3-40分钟 体积微微变胖 按压一下慢慢回弹就可以上锅蒸制了 水开上锅 大火蒸制12分钟 关火再焖2-3分钟即可 轩软的包子皮 鲜香流汁的肉馅 其实做面食没那么难 发面过程也非常简单 不经常做馒头包子的朋友 建议采用一发面团 这个方法省时省力 成品基本都会很光滑 想要成品更加蓬松光洁 揉面的时候加一点猪油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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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吧